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 台东县原住民观光演艺 以及才艺发展协会承办的 《出身之堵》 花东青少年音乐展览活动 继5月在台东登场 6月是在花莲文创产业园区 再次的揭开序幕 邀请到花莲在地的 国高中大学生的乐团 带来摇滚、嘻哈、管乐 希望能够为夏天带来更多的 青春色彩 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 台东县原住民观光演艺 及才艺发展协会承办的 《出身之堵》 花东青少年音乐展演 6月的第一个周末 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登场 邀请花莲在地的国高中大学生乐团 包含磁科大、花中、花商、四伟、新城国中等 带来摇滚、嘻哈、管乐等音乐 你有任何跟音乐相关的活动 比如说饶舌啊 或者是你只是纯粹你会唱歌 或者是玩乐团啊 或者是像台东有一些 Acapella就是无伴奏的人生合唱团 一些跟音乐相关跳舞的 都可以参加这个展演 然后所以这个展演是为了要给青少年 就是国高中生舞台 花莲的话是6月、8月、10月 那台东的话是5月、7月、9月 那我们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9点 都会有5个团体演出 可以脸书搜寻花东青少年音乐展演 然后上面都会有我们的活动资讯 然后也可以在上面 直接就是直接在上面报名也都可以 主办单位表示 6月、8月、10月每周六晚上7点到9点 在华联文创还有一系列表演 欢迎更多民众前来欣赏 用行动支持华联在地青少年的演出 更多相关活动资讯可搜寻脸书本事页 华联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或华东青少年音乐展演 记得蒋方燕华联师报导